小小的時候特別重視情人節 覺得一定要製作巧克力 就算不製作巧克力也好 都是要製作一些親手做的東西 給自己喜歡的男生 初戀的時候製作的情人節禮物是 粉絲羊冬瓜 中餐 有什麼評價給你 好想去 好言為 最印象深刻就是 有一年情人節的時候我出碟 那時候就收到一個男粉絲送的 999朵玫瑰 去年是比較多 比較崎嶇的一年 不只是犯太歲還是形太歲 我自己一開始就沒想著要攝太歲 但是就發生了很多 令到我覺得 可能很少可以遇到的問題 我去年試過在工作上 可能拍拍一半 突然製作人就捲款 就走了 突然腰斬那套戲 健康方面也沒有這麼好 不知道關不關事 不過我覺得2016年一定什麼都順利 2015年最順利的 是不是愛情方面 可能是 所以又特別又失 都可能這樣說 他會跟我說 可能你2015年最大的得罪 就認識了他 一起就會很sweet 做了什麼令你這麼sweet 我們沒有 我突然想不起來 如果有我想的話 但基本上 如果我跟他在一起的情況下 我們身邊的朋友都頂不住